在2020年 台湾知名艺人 也号称国标舞天后 刘真 因致发信脑出血 开炉抢救未遂 意外离世 她的离世震惊了 整个台湾艺人界 这对夫妻婚前婚后呢 都非常的甜蜜 根据报导 杏荣非常疼爱老婆 想和老婆至始至终 但原来她的最后一程 她选择不送 因为她相信民间习俗 夫妻不相送 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到底什么原因 不能相送最爱的另一半呢 这样又会不会留下遗憾 难道最后一次了 也不能让对方陪她走完吗 第56期生命经理师 Alice和你聊聊 夫妻相送会怎么样 门南俗语说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福建话 昂三婆就拍过 那意思就是 丈夫送妻子就会复明二肚子 母三昂 比昂点点康 就是妻子送丈夫 米刚藏空空 把这两句话总结起来就是 诺送配偶下葬 会导致还在世的枕边人穷困 那这些都是前人留给后人的说法 但是前人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至今还是令人疑惑和不解 除了来自前人的门南俗语 关于夫妻不相送的说法 还有其他的两种 第一 在世的人到场相送的举动 是在暗示未来他还会再嫁 或者是再娶的意思 虽然这个说法连老一辈的人都无法证实 但是至今这个说法还存在着 回到刚刚讲到的台湾艺人夫妻党 刘真和信隆 信隆之所以没有到火化厂送走刘真 是因为他对他的爱从一而终 不打算再娶别人 不相送就真的会不娶吗 这个没有人可以保证 第二 担心在世的另一半 接受不到适者离开的事实 尤其是在棺木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 或棺木放进受冻的那一瞬间 心如刀割的感受 没有人比爱人更加清楚 过度悲伤也激动会导致身体不适 甚至是心脏病爆发 避免在世的人过于悲伤 再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才有了夫妻不相送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是我能够接受的 我大部分的顾客出病前几天呢 都会要求一起送走爱人 避免给自己留下遗憾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八十高龄老先生 他说他与太太相伴55年 现在太太要出远门了 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一个人走呢 丈夫现在可以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个了 边说边擦眼泪 孩子们看到老先生那颗坚决和不舍的心 也知道不管再怎么劝他也没有用 只好让老先生完成这个心愿 毕竟老夫老妻了这么多年 如果因为一个习俗 而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天抱着遗憾的心情度过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老先生就送别了他的爱妻 那接下来的日子呢 他也过得比较平稳充实 失念妻子的时候呢 就看看照片 或者是到墓园和他聊聊天 道理上有很多传统习俗是无法被改变的 那对于这个问题 还是看自己以怎样的心态对待 有人选择为爱打破传统 有人则选择为爱遵守传统 你会是哪一个呢 那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跟着自己的心意走 不应该被传统限制任何人要陪伴伴侣走完最后一里路 不留遗憾才能够让你更自信的活出未来 关于夫妻不相送 你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以下comment和我分享哦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你有什么询问 可以直接按以下的link联系我 朋友在离开前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是总监Alice Koo 生命经理师我们下期见 我是生命经理师Alice Koo 经理师al..... UAH 5 5 52 6 6 7 7 2 8 7